好 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来报道这则好消息了 也可以说是台湾之光 这男子网球第一好手卢彦勋呢 今天在澳洲网球公开赛南丹的第二轮 意外的击败了大会第十总子奈班迪恩 结果顺利的晋级到了第三轮 台湾网球一哥卢彦勋在澳洲网球公开赛南丹第二轮呢 挑战的是阿根廷的名将 同时也是大会第十总子奈班迪恩 结果卢彦勋苦战了五盘 最后以三比二暴冷 可以说是最后呢 顺利的把这个奈班迪恩给淘汰了 让奈班迪恩成为目前为止被淘汰的最高总子球员 而卢彦勋也创下了自己的记录 首度呢在澳洲公开赛打进到了第三轮 下一场比赛呢 卢彦勋将来挑战的是西班牙的选手罗布雷多 为创造最佳陈金继续的向前来提进